這星期討論了兩隻雕駝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衡這樣放 沒有距離的分別 39mm和43mm 真心畫 又不是相差得很遠 雖然有4mm 但可能有外圈 就算這隻小一點 看上去都是不小的 如果我放前一點 你們會覺得 好像是大一點 不是玩的視覺不差 再放在一起 這樣看 又不是分別很大 我相信上了手 兩隻放在一起 再貼一點 當然這隻很誇張 新一代的Dilta Back Bay 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面 功能 有Conno Gmt 銅 不同的材質 金鋼 百花齊放 肯定雕駝 這間公司 這類運動錶才是 它應該要主力的市場 真心畫 純粹個人的看法 我真的覺得 Back Bay500 好一點 政治一點 加上沒有日曆 看出來 有些同日朋友說 整隻股東錶 真的覺得不錯 多放一隻給大家看 今天有很多Dilta 銅錶 我個人認為 青銅的手錶 久了 就養化得太黑 我就不太好 我覺得 紅銅的手錶就好 不過其實真心說 這些銅未養化之前 戴上手真的很好看 但養化之後 看見人見智 你起尾寬這種顏色 還有你養化得好不好 兩天四十三日 這樣就看到了 你是不是覺得 沒有了菌黑邊的 crown 即是那個圖案 是好看的 而且它是立體的 不是一個 就這樣進黑了 它是一個立體的 再放一隻 38mm 這個也是立體的 這個是不是 我先摸一下 也是 不是就這樣 兩隻黑刃 兩隻放在一起 沒有日曆 都是精神一點 而且這個純粹index 沒有了369 看上去的錶面是清一點 不過我不看過 其實兩個錶面 我真的沒有量度過 兩個錶面是否一樣 如果在視覺上 看不到分別 證明的分別 就太大了 多謝大家